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阳光大道》 我们这个 Podcast 是在美洲时间逢星期一早上推出 我们的节目有三个环节 分别是健康生活、社会透视和空中花园 现在我们有健康生活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健康生活环节 大家好,早安 如今,我和你,Peter 方家 请了时间 今天说些什么,您好呢? 今天跟大家听众听,有什么提示 可以帮助听众 分享一下自己如何不容易放弃 或者有时遇到一些重重复复的困难 应该怎么做 要怎么处理 不会那么容易 但为了一些事情,不想做就退休了 我不做了 其实不是那么难的 只要你头脑转一转 或者都可以做到的 但很多时我们脑里面很固质 又或者有时我们自己少看自己 是的 怀疑自己的能力 是的 又觉得对自己没有信心 嗯 就说不行了 其实 譬如有一个位置可以升职的 你可能就少看自己 我都不行了 有谁谁又做得好过我 可能会升一些男同事不升我 那些这样的怀疑自己 有时你不试过怎么知道 所以有一个提示就是说 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能力 OK 那就不要怀疑你自己的财感 OK 以为是不行 其实是可以的 你不常识 为什么不行呢 是吧 所以就不要那么容易放弃 我觉得信心是需要你时间去训练出来的 还有有时我们要做的事就去做 就向前去冲 就不要等一边 我迟些才做 我下个礼拜才做 我下个月才做 我下年才做 但是最后就是没做 是的 接着再隔一年 我后悔我为什么没做 因为我相信反正改变是很难的 就像我们做工一样 老板给你一个project 你想都没想 你做都没做 就推了人 是的 Change is always hard 就是改变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其实我在工作上做了这么多年 我真的很感恩我有个老板 说了一句话 令我经常都深深记忆 我的脑海里就说 你不可以跟我说话 不懂得做 你做都没做 OK 如果你跟我说话不懂得做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原因 为什么你不懂得做 是吧 你试都没试过 你又不懂得做是吧 不行的 还有有时觉得 想不到 没有其他办法 但是有时你可能会 和人商量一下 问一下人 你可能会想到一些很创新的想法 是的 因为呢 好像我和你这样 Rozanne 你想的东西 和我想的东西 不一样 但是有时 如果我问你和你商量一下 或者你的point of view 你的想法 是和我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我当我open my mind的时候 我听她说 我觉得又有效的 有时是需要少少的提示 提一提 你整个picture改观 不同了 所以要和别人有商有量 是的 不要以为你的问题 就是自己的问题 是的 就不去 不是说去求人 只不过去和别人商量 是的 那就要记住 处理事情 都是一个选择 是很多的choices 很多种原因是帮到你的 就不可以去转牛角 就是说不可以了 就是不可以了 还有你有时 面对同一个困难 你每次走到去 你会觉得 好像都说 我很害怕那样东西 我要避开它 你就会停了 譬如很简单 有时 譬如说做家务 有时有些东西 都令到你停了 不想做 或者我想清洁那个煲 那个煲 烧到不知道 黄了 啡了 但是你每次想做的时候 都说 我试过这个不行 那样不行 那样不行 你问一下人 第三个人说 你不如你这样吧 你可能会可以 是的 或者走到那个煲 我想来 跟那个煲 远离 或者想扔掉那个煲 其实你把那些煲 拿就可以了 浸一晚 煲饭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 你一直用刷 不断刷 不断刷就不行 是的 所以 跟你大家朋友 或者员工 大家都有个学习的机会 大家都是生活 不同的方式 可以跟你说 原来这么容易 所以 其实 都是有选择的 有时 还有 会遇到困难 或者难题的时候 你有没有有时 好像放转手脚 说我不理了 好像 哎 随便 那件事自己会搞定的 我不理 好像逃避 是的 所以经常都 一样都没有信心 哎呀 我也是不行的了 我经常听到别人说 我不知道我不理 你不要问我 是的 就是这个态度 是的 还有有时我们 我最近学会了 say no 原来 say no 跟人说不行 不可以 不是一件坏事 是的 以前 我有个习惯 好像不好意思 人家问你 可不可以 帮忙做这个 或者你可不可以 怎样 你又想怎样 我觉得跟人说 no 好像是很难开口 但原来 最近发觉 如果你真的做不到 你宁愿say no 好过自己做不到 所以 say no 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你必须学习 say no 是的 不是一样 都是yes 是的 是的 人与人之间 相处 有很多的学习 今天时间差不多够了 希望以上的提示 能够帮助大家听众 好的 拜拜 来到社会透视的时间 我是Cicel 以前 偶尔都会看见 有些亲友的email account 被人騎劫 通常都是被骗 在貌似email登入网页 就输入了户口的名字 和密码 然后户口被入侵 之后 就会发出些email 就说给地址堡里面的人听 你在外国被人打劫 或者什么原因 总之就想你 回钱给他之类 你五百个朋友有五个中招 骗徒都会发达 但是现在的帐户 骑劫的入侵 就已经进化到更大条鱼 就是机构的户口 当然 入侵大公司机构的系统 就真的已经几十年来都有 有些人就打电话 进去公司机构办维修人员 就试图向员工 就骗取密码等等 但是近年 这些所谓的social engineering 行动就转移到社交媒体上 因为你再不用去了解 每个公司机构的架构和资料 而是透过社交媒体的structure 根本无需要你会 骗谁的工序都是一样的 很多有负责或经营 Facebook 一类社交媒体专业 即是page 户口的人 包括我们教会 都会经常遇到 诈骗的attempt 尤其你一出广告之后 很快就会收到些私信 或者电邮 说你的贴文或者内容 有些什么犯规 或者版权问题 你尽快按这个link 登入去解决问题 很多时候这些币 都是假扮Facebook 什么support 还是怎样的 但是这个link 如果你看清楚 当然就知道不是的 有时假扮社交媒体公司的 你的专业 就这样贴个post 就tag了一大堆page的名字 你的page 任何一个管理员 看不清楚 按进去 输入了些资料的户口 就可以被人骑劫了 好了 一旦账户被骑劫的时候 你的subscriber 就当然看到 突然有一个 不知名的专业 就贴一些东西出来 我见过有些 几十万订户的youtube channel 就突然出现 你真的要按好几个键 才知道 究竟他是骑劫了 哪个你原本subscriber的channel 近年这些账户一骑劫 几乎一定都是在推销cryptocurrency 即是虚拟货币的 我见过几个channel 被骑劫之后 就立刻开始在做直播 又将什么 Elon Musk的片段 剪接出来 好像他亲自在推销crypto 又是这样说 如果只有1%的人 误信 几十万订阅的channel 真的可以骗了几千人 法庭 为了解 英文 的灾 大学 美根 他曾經在他們中間留了一年半這麼久 和對哥林多的信徒指明一位被釘 而復活的救主是得救的不義的門徑 和願勸他們絕對信賴上帝的救恩 而改變人心的能力 如果不肯獻身 他就不會放棄罪惡 而食慾和情慾仍必居於上風 種種試探仍然會迷惑人的心 哥林多的教友是經常被一種 虎惑人心的邪教情慾包圍著 當時和保羅和他們 這些教友在一起時 這個影響力在他們身上的力量沒有那麼大 因為保羅自己是 堅固的信心 熱切的討告和誠懇的訓言 尤其是保羅自己的虔勁生活 也幫助了他們寧願為基督的緣故而捨己 而不肯享受罪中之樂 但是在保羅離開他們之後 就發生了不利的情況 仇敵所殺下的拜子在密旨當中出現 就開始結出這些邪惡的果子 於是哥林多教會就遇見嚴重的考驗 使徒在這個時候已經不在他們中間 不能常常挑戰他們的熱心 以及幫助當地信徒 盡力到與上帝和諧的生活 於是很多哥林多教會的人 就漸漸疏忽大意冷淡退後 並且被天性的嗜好和傾向控制了他們 那個償勉令他們追求純潔正直 崇高理想的保羅 也不追與他們同在 結果不少的人 雖然在悔改時放棄了邪惡的習慣 現在卻是轉回到陷依異教的悲劣罪惡之中了 保羅曾簡略寫信給教會 勸他們不要跟那些一直不肯放棄 淫蕩生活的人為朋友 但很多人曲解了保羅的意思 並誤解保羅的言語 而且原諒自己不聽保羅的憤慧 果林多教會曾寫過一封信給保羅 在各種問題上向保羅請教 但對於他們當中所存的嚴重罪惡是隻字不體 是的雖然如此 但聖靈有力地感動每一位寫聖經的使徒 使他們知道在這些書信裡 其實有時隱瞞了教會裡真實的情況 而且這次這封信是要從保羅的口裡 他們想得到一些話柄 而幫助他們自己任意而行的藉口 大感謝主在這時候 剛巧 可林多家裡有一個很有聲望的教友 就是勒來士家裡的人 就剛剛來到以弗所見保羅了 保羅向他們打聽教會的情形 他們就告訴保羅 教會中有分門結黨的事 阿波羅在那個時候所存在的分裂狀態 已經變本加厲了 另外也有假教師來引誘教友 輕視保羅的教訓 福音的道理和禮節被他們曲解了 換來的是驕傲 拜偶像為淫蕩的風氣 連那些曾經一度熱心於基督生活的人 都猖狂起來了 當這個情形展開在保羅的面前的時候 保羅看出他曾經憂慮的事已經發生了 但是保羅沒有因此就認為自己的工作是失敗的 雖然他心裡難過痛苦 而且多多流淚祈求上帝的旨意 如果他自己要立即去哥林多是最聰明的方法的話 他一定會這樣做的 使徒保羅放棄他對於那些行為 而此稀奇歪癖的人所懷個人的意見 專心養賴上帝 寫給哥林多教會一封書信 這是他一切書信中最為豐富 最有教訓 最有力量的一封 今天我們時間到了 下一次我們再和您分享 保羅的宣信是如何寫的 各位再見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陽光大道》的Podcast 是由美國加州Temple City的 基督福林安息日會羅省粵語教會製作 可以分別於AWR的各個管道收聽 和Subscribe、訂閱 包括蘋果機的Podcast App、iTunes 還有Google、Spotify、Amazon等等 而多年以來的所有節目 還可以在linguospiriter.net的網站重溫 我們還會將節目上載到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lvd 陽光大道粵語Podcast 大家可以按Subscribe、訂閱 我們還設有Facebook專頁 你按了Like 即是讚 就可以每個星期看到 我們最新一集節目的消息 這個專頁的網址是Facebook.com 一帖 Sunshine Cantonese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